男人每天饭后加遗物 增重增机猛如虎 你一定不知道 每天饭后睡前喝遗物 瘦子也能长肌肉 千万不要天天吃 我不然怕你撞得太可怕了 如果你是那种肩窄腰细 骨架小 面黄肌瘦 全身皮包骨的状态 咱们肚子上的肋骨清晰可见 抓住手腕还能够多出一两节手指头 经常不吃早饭 肠胃吸收很差 吃一点东西就饱 而吃进去的东西也不吸收 干吃也不胖 那么有这种情况的朋友 可能是你的胃肠吸收功能变弱了 随便运动了下就流虚汗 吃进去的东西也不吸收 一天排便五六次 吃完饭就想上厕所 吃得多排得多 那你胆子可真够大的呀 难道有这些情况 你都放任不管了吗 想解决要先调理 面黄肌瘦你要吃它 干吃不胖吃它 全身乏力吃它 食欲不佳还是吃它 不管你是三十四十还是五十六十 我这个方法都很管用 就是咱们在早饭和晚饭之后 随三一条益生菌 你不要去买那种大几百的 你就买这种个胃数的就可以了 一定要先改善自己的肠胃吸收 让食物的营养能够更好地吸收 记得要用温水 不要用开水 因为这里边含有多种的活性菌株 坚持一个月 你就能明显地感觉到身体的变化了 好 好 好